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因為距離這個律師法官二世的時間呢 也越來越接近了 那不管這個一世 今年的一世或二世呢 你有沒有通過這件事情都已經過了 那接下來就變成是 我們必須要去更明確地掌握到 這個考試的這個真點 那其實我必須還是要說就是 所謂的考試的這個真點啊 你不要把它看在是一個考試這件事情的份上 你如果越是強調這個考試的這件事情 你就會越發現說 好像永遠都找不到這個真點 那其實生活到處都是法律 所以我們把特別是在這個身份法的部分 我們把它就把它這個整個都生活化的 去想這個問題 你就不會覺得不舒服 或是覺得上這個課很痛苦 那怎麼樣把它這個生活化的來去 看這個問題 才不會導致說 整個在學習的過程中 或者是複習的過程中 永遠找不到它的真點 好 我們說身份法 我每次都會這樣說 這個學習這個身份法 比這個一般的這個商務法規 可能是教公司法的老師會罵我 好 我們就這樣說 好 我們每個人一生不一定會開一間公司對不對 可是我們每個人的一生都有可能會結一次婚 或者是交往男女朋友 是不是 我們每個人只要出生就注定了會有死亡 那所以從出生到死亡的這一段過程中 我們就像就是宗教學家說的 我們就是在這一段過程中做一個像一個修行一樣 或者是像一個旅行一樣的這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的每一個發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 尤其是跟家族關係的絕對它的頻率會遠高於什麼公司法啦 票據法這些東西 是不是 所以再去設想這個身份法到底會考什麼 不如我們去想我們這一生會遇到的各種不同的問題 我們今天這一堂課最主要是還是希望跟各位同學 找出真點意識遠比你死讀出來的更重要 那真點意識怎麼去找 就是從它的你自己個人的人生經驗去找 是一個很開啟的這個方式之一 那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從出生到死亡都涉及身份法問題對不對 好 我們來想從出生 好 這其實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很大的這個難度 但是呢 人生本來就是這麼的困難 好 從出生到死亡 我們在這一段人生的過程中 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白色的這個第一條線 我們先說我們個人好不好 我們從出生就要先界定我們的身份 到底是婚生子女 或是非婚生子女 好 從這裡你可以 如果你有認真讀書的話 你可以開始感受到那個 法律的味道出來了 法律的味道出來了 為什麼呢 如果你是父母親 在婚姻關係程序中所生的這個孩子 或者是你是先有後婚的孩子 經過準症之後 你仍然是婚生子女對不對 但是時代的推進不一樣的眼鏡之後 你會發現有時候生孩子 我們不一定要結婚啊 因為結婚之後 會有很多婚姻的這個法律責任問題 所以我們就變成是可能會有非婚生子女的問題 那如果是非婚生子女的話 你這個身份要怎麼去認定 非婚生子女 母親這邊一定是沒有問題 但是婦這邊呢 身婦這邊 你說老師那身婦這邊身份很重要嗎 當然很重要啊 因為沒有父親 沒有父親跟母親 哪來的你呢 好 所以再來 身婦這個地方會是一個問題 你就會想到認領這個問題 好 這是第一個 會有這個認領的問題 那老師婚生子女會有什麼問題呢 有啊 還是會有啊 也許 是隔壁老王生的嘛對不對 所以會有否認子女的問題 否認子女之數 這是最簡要的 從出生就會面臨到的問題 那老師在這邊講的時候 你就應該可以自己去導出 這裡的法條是什麼了 理解嗎 你應該就可以自己去導出 這個法條是什麼了 如果你還沒有辦法 馬上去點解那種法條的話 那就建議你就是 像以前謝大學老師上課的時候說一下 謝大法官說一下 你再把法條打開來 然後再翻它一翻 好 出生現在問題來了 那這個生命的過程中 開始慢慢接觸人群 接觸家族 就會發現有好多好多的問題 都是在我們成年之後會發生的 比如說我們可能在 我們設定一個時間好了 好 假設這個時間軸 這裡是20歲 20歲其實應該順利的話 也是大學二年級 三年級了 好 那我們在這個20歲以後呢 可能就會有這個交往 然後接下來呢 開始步入了事業 就開始面臨到這個 人生的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30歲的時候 在這個轉折點 在這個精華的 這個青春的10年的期間 可能會面臨到這個 婚姻的問題 好 婚姻的問題 包含就是結婚的問題 好 結婚呢 就是締結身份法上的法律關係了 締結身份法上的法律關係 那我們從結婚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好 第一個 我們講到結婚的時候 就會去想到 就是可能會有親子關係的問題 老師 你的意思是 我們結婚是以離婚為前提囉 當然不是啊 但是我必須要告訴你說 法律這個東西 它在設定的時候啊 是怎麼樣的 它是設定一個 我們都不想面對的 道德的最低的界限 那這個道德的最低的界限 就是做最壞的打算 但是做最好的準備 對不對 好 那再來婚姻這邊 會有面臨到親子關係的問題 生命繼續 生命繼續往前走 在婚姻的過程中 難免會遇到一些挫折 而這個挫折的發生呢 可能是在 我們設定假設在40歲左右 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 工作沒那麼的順利 然後剛好在30歲 40歲中間的人 像老師這樣年紀的人 快40歲的人呢 就是我們也會遇到 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這個問題 好 遇到這個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這個時代 這個中世代 最痛苦 最辛苦的這個中世代 會面臨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對於父母親的撫養問題 所以撫養問題就發生了 好 撫養問題就發生了 那我說那收養我們應該放哪邊 收養畢竟算是不是一個多數 算是一個少數 而且收養法後來經過 必須要經過法院裁定之後 收養的問題爭議比較不那麼大了 所以我們在30歲到40歲之間 會涉及到撫養的問題 撫養兩種人 以下直系寫清 悲親屬 以上直系寫清 尊親屬 好 撫養的問題就來了 撫養的話就是撫養的權利義務關係 給付撫養費的訴訟 一一的就會在這裡慢慢浮現 好 那度過的40歲 有可能會發生要送走 我們自己父母的問題 來 這段時間就是第二 算是第三階段痛苦的時間 就是說可能會面臨到要送父母離開的這件事情 那在這裡就會涉及到這個遺產繼承的問題 好 涉及到繼承問題 沒錢的沒問題 有錢的特別麻煩了 好 如果今天涉及到了繼承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說 其他的兄弟姐妹 其他的繼承人 之間的爭議 是不是 然後再來一個呢 是這個遺產的 陰境分的問題 或者是特留分的問題 好 那我們知道 算錢都是簡單 最麻煩的是人的問題 兄弟姐妹的問題 好 兄弟姐妹就開始會有爭議了 這個 賀總鎮宇 歸蔻 出來了 為什麼爸爸在大哥結婚的時候 給大哥2000萬讓他去娶老婆買房子呢 那爸爸的財產遺產最後一定會稀釋下來 那這樣對我來說公平嗎 只因為我是女性嗎 是妹妹的關係嗎 重男輕女嗎 好 開始有爭議 第二個 是遺產的扣還的問題 好 遺產的扣還的問題就是 父母親借錢給你的時候 父母親借錢給你的時候的問題 我們這個 關於這個 你這邊所可以看得到的這些事情啊 在我們的未來的 就是出的這個新制圖裡面 就會特別的一一的幫大家提到 但是在你去讀新制圖之前 我希望你自己先去run這一個人生的一個課題 那身份法並不是在為難同學們去考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而是說這個是我們人生一定會面臨到的接下來的這個事情 好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在到60歲左右的時候 經歷過了人生的所有的風霜 經歷過了出生 經歷過了最快樂的幼兒時期 後來以為長大了就是快樂事實上長大了 才是痛苦的開始 辛苦的開始 接下來面臨到了婚姻的抉擇 然後面臨到了生不生孩子 然後育兒的關係 然後又面臨到假設離婚的話 這個財產 夫妻財產制的關係 然後到婚後30到40歲的時候 又會面臨到撫養的問題 不論你的婚姻是否存在 對於你的子女沒有影響 不會發生任何影響 不會因為離婚就沒有失去了這個侵權 對於子女就沒有撫養義務 對父母更是無法免除你的撫養義務 當然人生有很多種意外 比如說父母從一開始的時候 父母就沒有撫養你 或者是有惡意遺棄 或者是有這個嚴重的家庭包裂 是有在1118條之一的地方 可是這個地方呢 那個是一個例外 那是一個例外 我們每次看到這些髮條 都會覺得人生會這麼的波折 也真的很辛苦 但事實上真實人生波折起來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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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的 再來40歲到50歲這段期間 面臨到了繼承的問題 繼承問題涉及到第一個是人的問題 第二個是財產的問題 涉及到人的問題 就會開始斤斤計較了 特種贈語是不是應該歸扣 然後還有生前借貸給你 是不是應該扣還 那這應該是怎麼樣的歸還回去到 因績遺產裡面呢 這就是你要去思考的問題 當你在讀法條跟你在學校 看這些東西覺得很痛苦的時候 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到考試 你應該去想說今天如果是你 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今天是你 你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當你感覺到你在解決這個問題 發現問題所在 並且開始解決問題的時候 代表其實你這個環節已經開始在解扣了 好接下來五十歲到六十歲以後 慢慢的邁入中高齡了 慢慢的邁入中高齡了 在這個階段你會開始考慮到遺嘱的問題 因為為什麼會想要列遺嘱呢 通常都是立遺嘱人經歷過的人生的風霜 遠高於我們想像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如果不遇立遺嘱 會有壓力 他可能會是因為其中一個孩子 表現得讓他覺得有點失望 或者是說他覺得他的配偶表現得讓他覺得有點失望 所以他不希望他的個人的遺產 通通的就是按照這個印記份平均分配下去 好那面臨到立遺嘱的時候 又必須去設想一件事情 就是假設你的配偶還在世的話 未來是不是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的問題 所以這邊好我們現在開始 一一的開始出現一些變形蟲給你 我們來出現變形蟲給你 請你去思考 好來 從這裡出生到死亡 大致上一個圓滿的人生 可能會面臨到的問題是這樣 老師說了 這是一個圓滿的人生 老師有沒有人一輩子順順地地到死 不可能的 為什麼呢 我們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就是要來受苦 就是要來學習的 否則不會輪到你出生 好我們再從這個出生到死亡 再特別再去想一下 假設遇到問題 會在哪裡遇到問題 那跟各位同學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在這個新制圖裡面 新版新制圖 老師非常的拼命的 就是幾乎是全面的這個重寫 那全面重寫的目的呢 並不是說 老師很閒 但是老師是非常非常忙 但是 全面重寫的目的是 希望同學可以更仔細地去思考問題 好 我不希望各位同學在讀這個新制圖 或是在讀書的時候 只是把書當字典一樣來背 我希望同學是 把書 這些教科書當字典 但是你自己必須要先有問題意識 你有問題意識之後 你才有可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你的找真點能力一旦變強之後 你的抓停能力就會變更強 當然現在你聽一聽 你覺得好像只是在應付考試 可是當你真實地去面對人生的時候 請問誰不會面臨到這些事情 誰不會面臨到出生 當你在聽我說話的時候 你已經長大了 你已經在這個年齡這個階段 誰不會面臨到出生 誰不會面臨到婚姻 是不是 未來在同性 明年的五月 同性婚可以接受的時候 不管是用專法 或者是直接從民法做適用 不論未來立法者決定如何 你今天就會很直接了當地 面臨到的這個問題 婚姻的問題 有婚姻就會有親子關係問題必須處理 有婚姻就必須有財產問題要處理 老師我不會離婚 不要保證這件事情 離婚不是一件壞事 老師我做過一個統計 就是這個內政部的那個 在去年度的結婚跟離婚的那個對數 我們稱對數 就是因為婚姻是兩兩成對嘛 那這個對數呢 居然是這個離婚佔結婚的 當年度對數幾乎到40% 所以身為家事律師呢 就像這個陸據離婚律師說的一樣 遇到人家說要結婚的時候呢 就要提醒別人要小心 那當你的當事人或朋友告訴你說 我成功離婚了 這時候要跟他說恭喜這樣子 雖然覺得感覺怎麼這麼的 好像不符合年輕人對於婚姻的憧憬跟期待 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婚姻跟談戀愛是兩件事情 那愛情呢 基本上呢沒有什麼雜質的 因為當你真的有愛情的時候 你不會去想到財產 你不會去想到什麼親子關係 你更不會去想到說 你要侍奉你自己的父母 本來就不會侍奉自己的父母 現在年輕人不要罵父母就不錯了 所以孔子說這個 侍奉父母最難的就是色男 和言悅色最難 侍奉自己的父母都色男了 侍奉先生或太太的父母呢 是更難 所以呢 談戀愛的時候不會去面臨到的問題 就是這些身份法上的問題 基本上到這邊都不太會面臨到 頂多就是自己父母撫養問題 那接下來呢 每個人呢都會面臨到的問題就是 父母親在我們高齡 我們自己邁入中高齡的時候 父母親可能也是到我們三十歲八十歲了 可能父母親的人生走到了盡頭了 好 那接下來就會有遺產的糾紛 老師我們現在不會有遺產糾紛 我跟兄弟姐妹感情都很好 OK那是現在 那是現在 所以啊就是有人常問老師說 老師你覺得 現在大家都說這個掃紙化的緣故 所以鼓勵多多生產 但是老師自己個人認為呢 當然是我們看的實在是太多了 就是說 沒錯有兄弟姐妹 兒時可以一起玩伴 其實兒時也不一定會一起玩 每個人的性格是不一樣的 那但是呢到了高齡面臨繼承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個遺產繼承的訴訟 在法院裡面也不算是少數 那我們曾經在這個法院在開庭的時候 在我自己個人在旁聽一個公開的這個開庭的時候 應該是那個庭應該是一個遺產的糾紛 那原告跟被告兩個人呢是應該是兄弟關係 為什麼呢 你光看臉就覺得應該是雙胞胎 真的你光看臉就會覺得應該是雙胞胎 因為長得實在是太像了 然後呢只是說這個原告的頭髮更白一些 皮膚看起來更蒼老一些 那被告呢稍微年輕一點點不會差太多 但是感覺得出來年齡還是有他一些些微的差異 那這邊呢就是法官呢那個時候 聽完原告的訴求之後呢再聽這個被告的訴求 那被告呢在最後呢關鍵的陳述他並沒有請律師 他只是站起來說就是有幾句話想跟我大哥說 那就是他說哥小時候小時候你最疼我 我記得以前爸爸打我的時候我調皮爸爸修理我的時候 你都會為我去跟爸爸說求情 那現在母親先過母親好像十幾年前過世了 那現在接連著父親過世了 怎麼你現在來告我了呢 怎麼你現在來告我了呢 那句話講完之後那個弟弟眼淚就煽然淚下 他就眼淚就流下來一個老先生大概六十多歲 眼淚就煽然淚下 我們坐在後面的人也覺得蠻難過的 以老師自己也是身為母親 那如果我們這個假設你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身為父母的立場 我們來看就是都是我們手心手背肉生出來的孩子 可是在我們往生之前 因為一些遺產規劃沒有做好 說導致的兄弟在訴訟上相產 幸好現在是可以用法律解決 要是回歸到古代的話 豈不是要巴王奪敵了嗎 那就只好看到手足廝殺跟相產 那是對父母親來說是最殘忍不過的事情了 所以遺產的規劃 遺囑的慾例就變成非常的重要 今天如果這個父母親沒有留下任何的遺產下來 當然不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父母親沒有留任何的遺產下來 也代表父母親生前的時候 已經把錢花得差不多了 把錢花得差不多的時候又會面臨到 子女有沒有能力去撫養父母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 即便父母親認為 OK 我就是按照印記份 大家評分 沒有什麼好講 我也不遇立遺囑 可是你還是很難去設想到未來 孩子們會不會為了這一點小錢 而在法院上面兵戎相見 在法院裡兵戎相見 這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好 再來 我們接下來我們接下來在這一個人生的棋局裡面 加上一些變形蟲 這些變形蟲 我抄給你 你回去想一下 你自己或者是家人或者是朋友 有沒有人剛好就是在這個人生的變化球裡面 那規規矩矩的走完人生的人都會有面臨到痛苦的法律問題了 更何況是遇到了變形的棋局 這時候該怎麼處理 這就是身份法最好掌控的地方 如果你要從財產法來看 不管是債或者是物權 我倒覺得物權法定主義相對來說簡單很多 但是如果是債 債權債務關係 太多的變形蟲 太多的無名契約 不是我們債各那一種契約可以這樣說明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身份法上的變形蟲的問題在哪裡 好 圖我們畫到這邊 然後我們一一的來跟同學討論 我們一一的來討論 所有黃色的部分都是人生的變形蟲 都是人生原則上最不想遇到 但是又不小心遇到的時候的出力 好 從我們自己本身的出生 就開始會有問題之外 接下來人生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來看接下來人生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第一個 在結婚的時候會不會面臨到有可能婚姻結婚本身就是無效的問題 好 現在因為是登記婚 所以你不會覺得有這個問題 但是在登記婚之前還存在於儀式婚的那個年代的那些人還活著吧 對不對 那些人還活著 那很多人在什麼時候會沒有進行這個儀式婚呢 有時候不可置信啊 為什麼結婚應該是開開心心的 為什麼沒有進行儀式呢 大家不是都會去選婚紗選場地嗎 但你要知道有一些的婚姻 他可能是不受到父母的祝福的 他可能是兩個人自己決定私定終身的 他也有可能是因為是續弦的關係 不太願意大張旗鼓的公開說 我離婚了然後我又再婚了 然後我又離婚我又再婚 老是遇過 最特別就是結婚離婚四次 就是幾乎是第四次離婚還是我幫他辦的 就是三進三出了第四次 所以到了那一個年齡 那一個人生的階段 他的婚姻可能不是二三十歲 可能在五十歲六十歲之後了 那這個續弦這個婚姻 是不是有可能會因為 為婚姻的舉行儀式 婚姻的法定要件 而導致結婚無效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說過今天不是要給你上完全本的課 今天是要點出真點 讓你去思考這些問題 來第二個問題 就是婚姻不一定會長久 雖然我們都希望長久 但長久看一個人看的會死 所以呢到時候呢 就可能會面臨到離婚的問題 離婚的時候呢 又會面臨到夫妻財產制的問題 跟親子關係侵權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及負擔的問題 好來了 婚姻過程中 假設在一個沒有離婚的狀態的時候 親子關係會發生的問題 舉例比如說會有認領的問題 比如說會有收養的問題 比如說可能會是否認子女的問題 比如說又有確認親子關係的問題 來再點出一個問題 否認子女跟確認親子關係 會不會是衝突的存在 在民法有規定否認子女 但是並沒有規定確認親子關係訴訟 但是在家世事件法裡面 卻有確認親子關係訴訟 所以在台灣 雖然你可以打否認子女訴訟 你也可以打確認親子關係訴訟 真點來了 什麼時候要用否認子女訴訟 什麼時候應該是用確認親子關係訴訟 才符合她的訴之利益 才符合她的訴訟標的 這件事情在家世事件法 就會是一個考點 好再來 認領又分為很多種 由服役制事事事為認領 或者是強制認領訴訟 藉由訴訟的方式 然後讓孩子的生父 與孩子之間能夠重新建立起 他法律上的父子關係 除了強制認領訴訟 跟服役制事事事為認領之外 一個東西叫做死後認領 還有一個東西叫死後認領 這個地方你讀了嗎 你研究了嗎 好再來 財產關係最痛苦的 同學最害怕 就是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其實在事務上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是最好做的訴訟 因為當我們的關係 不去討論人與人之間關係 設計到財產的時候 單純一點它就是財產訴訟 好 這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要怎麼認定 什麼是婚前財產 什麼是婚後財產 那什麼樣的婚後的財產的增加不列 在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裡面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的立法事由 它的立法意志到底是什麼 這件事情你研究了嗎 如果你沒有研究的話 你就會覺得 讀這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就是痛苦異常 所以我建議你必須要去思考 為什麼要有 夫妻產產制關係的問題 否則的話 其實就跟香港一樣 大家各過各的 各拿各的 永遠都是分別財產制 不是很好嗎 在未來的走向可能是這樣 可是在一個 你真的進入到婚姻 有一個家庭生活的人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子女 為什麼要這個 剩餘財產分配的問題 因為當你正式進入家庭 你會發現 有人可能要負責家事 家事勞務 家事勞動 有人要負責帶孩子 有人要負責在外面工作 在家裡帶孩子那個人 可能沒有收入 必須要靠在外面工作的那一個人 如果全部都分別財產制的話 如何保障 在家裡面負責守成的人呢 有人要公 有人要守 那公的人固然是 在外面工作的人固然是 有不錯固定的收入 可是要不是有人在家裡守著 來維繫這個家 不管是親子關係的情感 或者是說這個家庭的這個 家事勞動 如果沒有這個人 在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這個在外面工作的人 又豈能安心呢 所以才會有 夫妻財產值的概念出現 不要死背啊 其實就是兩個人一起努力 為了維繫這個家 假設有一天要分手了 就跟公司拆火一樣 把錢拿出來吧 雖然這很殘忍 可是這也是 在沒有辦法 必須要去面臨 去面對的這個事實 有人主外 有人主內 那就不能說 通通都是由這個財產 全部通通個別的這個狀態 那反而不利於這個家庭生活的這個存續 如果全部都是採分面財產值 那麼大家都去外面工作 賺錢好了 孩子的身經健康 誰來照顧呢 家裡面的家事勞動 又有誰來做處理呢 煮飯總是要吃吧 對不對 總是要吃總是有人要煮飯 天天都到外面吃 那何必結這個婚呢 大家就是交個男女朋友 交朋友就好了 有個伴侶關係就好了 根本就不需要建立一個家庭關係 那建立家庭 那同學就會說 大家就會說 老師那我覺得 那何必建立家庭關係呢 那就用伴侶關係就好 好 家庭關係的穩固 維繫社會關係的穩固 好 家庭關係越破滅 越複雜 導致的社會責任成本就越高 在少年監獄裡面 大部分 大部分 我不敢說全部 很多人都是 家庭關係不美滿 家庭關係破裂 家的能力 家庭的能力 已經完全崩壞的時候 的這個孩子 他因為沒有父母親 沒有長輩 親子間依附關係存在 那個心靈上的依附關係之後 而產生的不安全感 必須去對外尋求 他的認可的時候 就會做出一些 你很難想像的少年犯罪的問題 所以 老師跟那個高等法院 張錫淮檢察官 就是曾經邀請我去給他的 這個博士刑法跟刑事訴訟法的博士生 講家事事件的問題 那我那時候一開始是拒絕的 因為我覺得不好意思 我們家事法的律師 怎麼去給這個刑法的老師 而且博士生上課呢 那最後呢我覺得張錫講一句 非常有道理的話 他說呢 以他們這麼資深的檢察官來看 就是家是 所有的刑事案件 都是從家開始腐爛的 所有的刑事案件 都是從家開始腐爛 所以家庭關係的維護 就變得非常重要 如果不建立這個家庭 我們通通都是適用伴侶關係 那家庭功能一旦不彰顯的時候 沒有孩子還好 有了孩子 這個孩子就會是社會責任的成本 好 我們繼續往下 再來 到了這個30到40歲的時候 面臨到撫養的問題 撫養兩個要件 不能維持生活 其無謀生能力 對於子女 對於父母有撫養的義務 對於配偶也是有撫養的義務的 只是對於父母的 對於父母這個地方 就達到不能維持生活 就必須要去撫養父母了 那什麼樣叫做不能維持生活 什麼樣叫做無謀生能力 請你自己去找出來 這是你自己應該去做的功課 再來 40歲到50歲的時候 面臨到去繼承父母這邊的問題 好 去繼承父母這邊的問題 會有幾個問題發生 跟財產簡單 我們都說了 財產是中性的 錢是中性的 男是男在人的關係 好 兄弟姐妹這邊發生了爭執以後 可能會有特種證與歸扣問題 可能會有生前借貸要扣還的問題 那變形蟲 可能會出現代位繼承的問題 什麼是代位繼承 翻一下法條好不好 好 可能會發生上司繼承權問題 他們覺得 你們覺得不太可能會發生上司繼承權吧 有可能啊 為什麼不會發生上司繼承權 會啊 當這個被繼承人死亡者 他的遺產非常多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發生 只要我把其中一個人除掉 只要我把其中一個繼承人除掉的話 我就可以繼承到的份額會比較多 那這個時候怎麼處理 就是把那個人做掉殺掉 所以很多社會案件你去看 所以你去看很多社會案件 很多社會新聞講的都是 可能是因為遺產的分割 分贓 我們不要說分贓不均 就覺得有一方稍微比較貪心 他比較貪心的人呢 就可能會去做一些社會新聞 好 這些刑事案件就出來了 那刑事案件一旦出來 這種人難道還要真的讓他繼承嗎 所以喪失繼承權的問題就出來 他不是喪失繼承的財產的 那個財產的份額 他是喪失了他成為繼承權的這個身份 再來一個是 因繼承是還好還算是簡單 就是一個平均值的概念而已 特留份又涉及到扣減的問題 再來因為死亡父母親之一方死亡 要繼承之前假設另外一方 主張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的時候 有sense的同學就會知道 主張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的時候 就會回歸到可能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這時候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跟遺產 遺主 假設遺主它是訂立 來我們這邊又有問題 我們在訂立遺主的時候 到底是 因繼份的分割 還是因繼份的指定呢 有的人可能會在遺主裡面說 哪一個ABC A房ABC三個房好了 那三個房屋 那A房就給長子 B房C房就給次子 女兒一毛錢都沒拿 完全沒有拿到不動產 那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遺產的遺主到底是 因繼份的分割還是因繼份指定呢 最終法院都有一些爭議 那這個爭議呢 請你自己回去整理一下 那回歸到一樣這個問題 假設遺主已經明定了 這個因繼份的分割也好 因繼份的指定範圍也好 媽媽 爸爸 假設爸爸往生 媽媽跳出來說 我要先進行這個 法定財產制關心消滅的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訴訟的時候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訴訟 與這個遺產分割訴訟 發生進合的時候 又應該要如何去處理 它的真點就在這裡 要如何去處理 再來最後 人還沒有死之前 面臨到了帕金森氏症的問題 發生了高的很高危險的 這個高血壓心血管疾病 導致中風變成了植物人 或者是失能的狀態 有需要成年人監護制度 非常多高齡化社會 就會面臨到這問題 好 那對於不動產的處置 法律有特別規定 假設你是監護人的話 可不可以直接把這個 受監護人的不動產給賣了 然後來清償他的醫藥費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嗎 法條有很明確的告訴你 這要經過法院的許可 法院要裁定許可 那他的法條適用到底是怎麼樣呢 到底是怎麼樣呢 也請你回去就是 仔細思考一下 好 去了解去思考一下 到底要怎麼做 好 縱觀全部來講 好 你會發現 這些問題對你來說 就已經是相當複雜了是不是 其實對老師來講也相當複雜 但是呢 這就是我們人生面臨到的課題 好 所以你在準備這個考試的時候 你不要老是去想說 這是一個考試 這是一個 我只是要應付這個考試 你應該去想 這是我們人生的課題 那不論你上這堂課 是基於你要準備考試也好 或者是你基於你本身就是這個 這些課題裡面的一個主角也好 老師會希望你可以 把這些東西研究好 看你在哪一個點發生問題 把那個點像這樣 比如說是在離婚剩餘產這邊 把這個點畫一個心圈起來 就這個地方好好把它研究 試著自己去研究一個 自己屬於 比如說自己屬於這個階段 面臨到這個問題的人 你要怎麼去把這個問題解決 自己先把這個階段研究出來以後 你就會發現 其他的東西在研究的時候 迎刃而解 就會變得很簡單 就會變很簡單 那難是難在人的心 難絕對不是難在法律 難也不是難在這個財產關係 難是難在這個人心 因為人心多少都是有些我質 都是有些貪念的 我們不要說這是貪念 人心本來就是 人活在這個世界上 本來就是要吃喝 當然會有它的貪念 但這貪念並不是不好的 而是說 因為這些念頭所衍生的東西 而導致自己 必須要去面對這麼多的問題 而覺得自己非常的不自由 那這樣要怎麼解決呢 就是有人會說是放下 但是你放得下不代表別人放得下 你放得下不代表父母放得下 你放得下不代表你的配偶 跟你的子女 或你的兄弟姐妹放得下 所以在這個沒有辦法去保證 其他人是不是能夠放下的前提之下 法律就是來給你最低程度的保障 法律就是要讓你去思考去解決這個問題 好 那細節的部分呢 大家在看完老師這一次改版的新制圖之後呢 就會更明確能夠理解 那我們還是很期待各位同學有自己獨立判斷 跟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樣不但對你自己的人生有所幫助 對你的國考有所幫助 甚至對你的家族在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會有一定的很好的這個幫助跟回饋這樣 好 那就謝謝各位同學 那就祝福大家就是考試順利 然後人生愉快 謝謝